孟子口罩包丁警 在調查局人員陪同下 快步走進地檢署 他就是空氣濾網採購案 涉嫌行賄的成嶺公司負責人 前調查出2010年間到2015年間 成嶺公司城邦台大醫院 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 高雄市聯合醫院 國立台灣美術館的空調濾網等小額採購案 在過程中涉嫌以數千元到一萬多元 行賄負責驗收的技工以及技術人員 進行不時的驗收相關採購品項 像是涉嫌福報出國數量 或是重複把新品當舊品載走等等 過去成嶺公司曾經得標成功大學 附設醫院的空調濾網採購案 被控涉嫌給予承辦人員回扣 讓新採購後的濾網可以回流到公司 再專賣給其他客戶從中獲利 2022年結調發動搜索約談後 最後被告時人因罪證不足 皆獲得不起訴 本小檢查要繼續清查發現 成嶺過去還要跟其他單位疑似有行賄 因此檢查官21號指揮調查局 並會十一路搜索成嶺負責人 以及涉案的公務員住處 並約談11人到案署名